第29回 劉麥林被雍正看起了,入到軍機處當差,成了雍正身邊不少的人。 那年端午節快到了,農曆五月在民間叫做獨月,百事禁忌。 無論是宮中還是民間,在之前是很忙碌的。 那些皮肉蚊帳要拆來洗,換身,還要做什麼香荷包,買備溫單,浸紅黃酒,貼天師符,掛鍾葵帳等等。 劉麥林就沒有這份閒心。 今天望天公就要上朝辦一件急事,為什麼呢? 時恩昨天連更遙來了軍部,說要五萬套衣服,幫西征的將士來換裝。 軍部離遲了,護部當時已經沒有人了。 故此劉麥林就逼著今早望天公急急忙忙趕來,拍悟了時辰給皇上省。 劉麥林辦事利索,說這麼快就辦完這件事。 他剛剛想起身走的,太監高無庸就過來傳紙話了。 劉大人,皇上叫你進去。 劉麥林就打個特額了,心想現在這麼早,皇上未必起身吧。 於是就問了,是不是只叫我一個恩? 不是吧,還有十三爺和十四爺。 不過他們不是奴才去叫,所以奴才不知道。 皇上今天要賜宴八官,還要在廣生樓張貼字畫, 吩咐下來說,看看誰的最好,就頒獎給誰。 劉麥林就跟著高無庸來養心殿。 咦? 見到宰相張庭玉已經在等著,急忙走過來請安。 張中堂,怎麼這麼早?皇上起了身了嗎? 起了啦。 皇上半個時辰之前就起了身了。 你不記得今天是端午節嗎? 皇上一早就帶著三位阿哥到國柱尖鄉禮拜了。 其他的皇親要等一陣才來,都在廣生樓後架了。 嘿嘿,張中堂啊,我是剛才奉了子意進來的。 不知道皇上召見有什麼事呢? 嘿嘿,是這樣的。 萬歲上兩天寫了幾個條幅,想你幫他選一下,當然想選最好出來的啦。 今天還有很多人要送條幅來,但是所有的條幅,包括萬歲的在內, 一來不准寫名,這幾百幅字,全部要張貼在廣生樓上,要大家評比一下,選出最好的。 那去廣生樓上貼字的差事,就交給你辦啦。 劉默然我一聽,就整個呆了。 雍正皇上那首字呢,確實好得沒得彈的。 這幾百幅字一蓋不給處名, 張貼出去給大家隨便議論, 那怎麼保證萬歲寫的那些實會被選中呢? 而且還要高中榜首這樣就可以了。 萬一皇上的字落榜, 或者選中了,只得第二、第三名, 那得到頭明那個還坐得住呢? 恐怕他寧願落榜,都不敢高居皇帝之上呢? 這樣想想想,劉默林就有了主意了, 對張庭玉說,中堂呀? 我想這件事要辦好,就要有兩條。 第一,是要大家深度清楚, 哪些是皇上的字,哪些是其他人的。 第二呢? 是要將這件事做得不顯山,不露水,摸一些痕跡, 連皇上自己都覺得確實是他的手字寫得最好。 第一條是最難辦的。 皇上手字,六部九兄的人多數都見過, 他們只要仔細便拍一下,還能夠區分出來的。 怕就是怕他們做了官無多久, 或者是未曾見過皇上手字, 兼且又多嘴多舌的人。 別說他們不算皇上那些字, 就算是那幅字的前面指指點點挑毛病, 那我就眼眉跳了。 張庭玉就說, 按照你說,怎麼辦才好? 我們不可能在皇上寫的條幅做手腳, 讓大家預先知道。 不行,這樣就太顯眼了。 不如這樣, 我們先提前把皇上寫的句子遞出去, 讓下面的人都知道應該選哪一幅就可以了。 不過這件事要快, 讓太監的傳就更加好。 張庭玉就想了一下, 嗯? 覺得只有這樣才不會露出馬腳, 況且到時還可以將雍正那些字, 掛在不顯眼的地方, 這樣就更加自然。 於是他就說, 嗯, 一如這樣做, 就叫高無庸去傳話。 如果能夠縱口一詞, 都算到萬歲的, 那就更加好了。 怎料劉墨能立即耍手兼令頭, 咦, 不好不好。 縱口一詞, 反而不好。 皇上自己都會覺得不多信, 叫高無庸不要說出去, 微微透出一些風聲就可以了, 是讓大家深度明白, 這麼多福字裡頭, 有萬歲親自寫的字, 到時哪個敢亂說廿四啊? 就算萬一有個愚蠢人, 說那些神神話話的說話, 這樣都無礙大局, 還顯得更加真實。 張庭的那個人一拍手板, 啊, 是呀, 是呀, 劉墨林, 怪不知皇上歡喜來了, 你真是有些怪財的, 我們就事不宜遲, 立即動手選一次。 太監高無庸被叫過來, 他們三個人一起去看看皇上寫的條幅, 只見在一張機案裡拍拍著十幾幅字, 都是一些唐詩選句選詞, 劉墨林看了一下就說, 嘩, 萬歲首字, 講得是勞火純青啊, 不過那些北風是江洋了一些, 恐怕有些歡喜柔微的文人看了, 未必會欣賞啊, 計我說, 他覆覆都寫得這麼好, 他們三個人就選來選去, 從中就選了四幅出來, 拿字仔抄起, 就交給高無庸, 叫他趕快送出去, 高無庸剛剛走了, 雍正皇帝在大群太監和示威的促勇下就走了過來, 雍正今天氣息很好, 心情又不錯, 他一見到張庭玉和劉墨林就說, 哈哈哈哈, 譚花郎, 看了朕寫的字沒有? 你是行家來啊, 據你看哪一幅能夠忠你意呢? 哎喲, 主子你真是懂得開玩笑了, 神那兩板虎, 為何在主子面前賣弄啊? 主子何時有興知, 寫一幅字想給神, 就是神天大的造化了, 唉, 皇上交代的差事真是不好辦啊, 神和張宗堂在這裡, 揀來揀去, 揀到眼都花光, 才揀出這四幅, 請皇上裹個木, 看是對不對, 然後再拿去廣生樓到張掛了, 雍正皇帝就走過來, 仔細看了看, 就揀出了大漠, 烏煙直, 和桃花, 潭水這兩幅字, 他說, 就兩幅夠了, 還有那麼多神子都送字來, 朕一個豈能包藍呢? 咦? 剛才劉墨林你不是說要朕賞字嗎? 朕也不用再寫了, 現在基案上放著那麼多, 你自己選一幅吧, 庭玉, 你想要什麼字? 趁今天這裡有現成的筆墨子宴, 朕就幫你寫了, 張庭玉連王跪下叩頭, 神借主子印, 其實, 神早就想著要主子的墨寶, 只是不敢開口, 神最近裝修了虎門, 想求主子賜福迎聯以光門眉, 哈哈哈哈哈哈, 朕自小就很喜歡寫字的, 沒有所謂, 唉, 平時哪有什麼閒情日志來, 武文弄墨呢? 現在幾件大事都有著落, 朕的心才會安樂些, 既然你想要福迎聯的, 那朕就幫你寫福, 雍正講完就提筆也密, 略略想了一下, 就在孫子上用政階寫出來, 黃恩春浩黨, 文字日光華, 寫完它仔細看了一下, 那麽才拿了圖章印刷來扔下去, 填上連月日, 遞給張亭玉就說了, 你看看這麽寫得不行, 去張亭玉的叩頭謝恩, 激動到他什麼那樣, 萬歲如此抬舉, 神何以敢當這十個字呢? 就算是將神磨成份, 都難以報答皇上天高地厚的恩慾呀! 他一字講, 那些眼淚水已經飆行出來了, 這時劉墨林也選好了一幅字, 雍正看了一下, 就拿出一方元明居士的小曬來蓋下去, 坦白說, 朕不是信佛的, 這原明意志, 就有佛家的意思, 不過你是不肯歸依我佛, 朕這幅字, 好像是和尚送給秀彩那樣, 好了, 賜給你, 雍正講完, 就轉頭吩咐太監總管瑩蓮, 線頭選出來的兩幅字, 你拿去港生樓張掛, 記住, 不准掛在正中間, 仍然公公正正捧著條幅走出去, 劉墨林本來想跟出去的, 被雍正叫著, 你不要走著, 等會再和亭玉一起出去, 朕現在還有話說, 哦, 張亭玉他們聽見雍正講得嚴肅, 都不由得收斂了笑容, 只見雍正一邊想就一邊說, 年更要出兵快半年了, 他今天要密, 明天要錢, 只要硬是聽不見開戰的消息, 朕現在真的十五十六啊, 亭玉, 你說用不需要派個人去監軍呢? 坐上張亭玉, 想了一陣才講, 唉, 萬歲的心情, 神都明白, 想早點打好這一仗, 之用兵的事和政務有所不同的, 稍有急躁, 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連更堯在先帝建在那時, 就已經是將軍, 他的長處是穩健, 我們本朝名將的戰法各有不同的, 譬如, 巴海善於舟船, 有耐力, 照良洞善於穿插, 能夠奔襲, 陶海善於對壘, 能夠攻堅, 飛揚古善戰陣, 能苦戰, 周培公就畸變多字, 深謀遠慮, 是位存財, 唉, 可惜這些名將都已經過了身, 神體連更堯的作風, 折制部署, 進退赤道都很謹慎, 似乎是佈了陶海的後塵, 他自己又怎會不想打贏這一場仗呢? 故此以神的推算, 連更堯三月進駐平良, 四月推向西陵, 已經是不算慢的了, 神認為, 是否由軍機署再發一份六百里加急文書, 等連更堯和岳宗奇一起拆來看, 再合以回奏, 問他們幾時能夠進兵, 用這種方法催促一下就已經夠了, 雍正又沒有急於出聲, 好似他認真考慮著張庭玉的建議, 過了一段時間, 他才突然問那個劉墨林, 你是怎麼看的? 劉墨林是第一次參與這麼重大的軍國要事, 心裡有點緊張, 他想了一下才說, 萬歲, 神認為張庭玉說的辦法可行, 康熙五十六年兵敗, 六萬山東弟子無一生還, 前車之鑑令人生畏, 朝廷實在是贏得起, 輸不起, 所以連更堯才穩健進軍, 為的是不戰則以, 戰則必勝, 神認為他這樣做, 只是從大局著眼, 至於派監軍督戰的事, 神認為千奇不好, 前明朝土木堡之變, 宋山之敗, 一直到李志成攻入北京, 都是因為朝廷不信任將軍, 經常派出大員監軍, 而那些將軍又不滿意朝廷, 遇到危難而不肯出力, 一軍兩歲, 事事異心, 是兵家的大忌, 故此神認為, 皇上只是催問一下, 什麼時候進軍, 什麼時候接戰, 另外保障後方公應就夠了, 千萬不要提掉軍武, 咦? 雍正就好像被他兩個人碎玉了那樣, 嗯, 所謂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朕決心不派監軍? 庭玉, 你就在二等市衛上選出十個人來, 他們要年輕有為, 可望成才的, 選好之後就寫一份名單給朕, 朕要派他們去連庚瑤軍前效力, 張庭玉一聽就害怕了, 原來雍正皇上還對連庚瑤不放心, 就連王說, 嘿嘿, 皇上啊, 岳宗奇的資歷和連某差不多多少, 有他在連庚瑤身邊, 朝廷對連某仍是能夠折制得到的, 咦? 若你想到哪一處? 朕怎麼會對連庚瑤不放心呢? 如果不放心他, 朕怎麼會交二十萬兵馬給他呢? 你想一下, 當年聖祖皇帝, 如果一早就派一些親貴少年, 等他們去飛揚古軍中學習軍事, 何至於有今天, 何至於連可靠的帳稅之裁都找不到呢? 說話說到這樣, 張庭玉就無話好說, 但他很深水清, 皇上如果不是對連庚瑤不放心, 就不會採取這種辦法, 連庚瑤那裏難道就沒有可用之裁嗎? 要不需要千里迢迢派人去學習軍事? 但是那個劉墨林就說到尾亂一點, 分不出這裏頭的輕重, 就馬上額頭額老講了, 好啊好啊好啊, 主上深謀遠慮, 居安思危, 臣心服厚服。 雍正側面一頭就看了劉墨林一眼, 失失驚就問了, 劉墨林, 你才華橫日, 好令朕歡喜, 但是聽說你和一個清流妓女如交似漆, 是不是真的? 劉墨林一聽皇上這樣問, 我頭咚聲就炸響了, 他連王跪下叩頭說, 皇上問的事確實是神所謂, 不過神所遵循的是, 情之所忠, 不分貴賤的道理。 蘇俊興雖屬賤席, 但他手身如玉, 賣藝不賣身, 不可以當他是沉上的煙花女子, 神早就想和他結為封塵之己, 現在神做了官, 又怎能做出貴而棄賤的不義之事呢? 皇上既然問到, 那神就索性懇求主上為蘇俊興脫棄賤席, 成全神和蘇俊興的這一段恩怨, 神將永感皇上的心恩, 聖德。 這個劉墨林確實是聰明過人, 他選擇的時機, 說出的說話又恰到好處, 只要翁正沒有出聲, 他陷入了深層的思索, 一時間大電到剩下一點聲他都聽不見, 劉墨林幾乎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其實他一早就尋找這樣的機會了, 他很清楚地知道, 想了卻他和蘇俊興的心願, 沒有皇上親自發話,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更加清楚, 等皇上幫我們出聲, 尤其是等皇上准起蘇俊興脫離戰席, 和他結成夫婦, 只是他的一廂情願, 可不可以實現就要靠機遇, 靠運氣。 現在他跪在地上, 偷偷瞄了眼皇上, 看見皇上的眼神, 好像是挺痛苦的, 又好像眼都濕了, 想到一件遙遠的往事。 劉墨林哪知道? 就因為他先頭說了一句, 脫棄戰席這句說話, 觸動了皇上, 藏在心底很久很久的一段隱秘, 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往事, 但雍正皇上就好像昨天發生的一樣, 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他的糾纏。 這件往事到底是怎樣的呢? 為何會令皇上耿耿於懷?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